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醒醒吧 喂 醒醒 醒醒 你醒醒 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吧 叶总 网络票选现在正式启动了 第一轮试镜的视频也都会陆续传到网上 明哲 你还记得你应聘的时候 对我的影视经验提出过质疑吗 对不起 叶总 当时是我太冲动了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是我从众多应聘者之中挑选出来的 不光是你的专业性 我更看重的是你的诚实 所以你现在的第一药物 就是密切注视试镜者的数据变化 保证每一票的真实性 您放心 那我先去忙了 好 喂 仪航 师傅 你快过来吧 你现在失忆了 仪航 师傅 宇轩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记忆 宇轩的主导医生 我已经聊过了 她的手术记录我也看过 一切症状 现在 这些症状只能算是 术后恢复记忆类 要是这个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好 这就把我说了 可能一天 也有可能一周 师傅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 这个真没办法 是她自身的恢复 只能靠宇轩自愈了 可是 万一 她 一航 你先别急 你只要给宇轩身体 这段时间 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好的 苏星的票数怎么样了 投票通道打开后 所有参赛选手的视频 都已陆续放到了网上 现在 前三名分别是 苏星 齐悦 和陆一伟 目前 苏星领先齐悦 两万票 这就是天分哪 既然苏星的表演 这么受关注 咱们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 给她每天数据刷刷票啊 不行 她明确说过 就是想见到大家最真实的反应 可是 现在这些参赛的 有几个是不去刷数据的 这样的话 她也太吃亏了 这才能显示她更真实吗 不过以她的实力 我还真不担心 她肯定能拿下这角色 我们不过也得到了 我们不过也得到 我们不过也得到 吃虾 我要不过又问我 怎么哭了 没事吧 谁欺负你了 告诉我 我替你报仇 我觉得老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演戏的是疯子 干戏的是傻子 你看你明明就好端端地在这里 一点事都没有 我却哭得跟个陷阱病一样 我看你哭我也想哭 你不要哭 你看 我早就说过你是我的头好粉丝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一起讨论一下 我是怎样揣摩人物角色的 我陪你这么久了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 我只是没有想到 你会把这么痛苦的回忆 再这么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真听真看真感受 对不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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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那你想什么 我在想你 我 我当时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死了 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死了 那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懂得你做得烦 那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 怎么也哭不出来 讨厌又被你骗了 说真的 你们第二轮要靠什么 剧本界限 这一轮靠了非常非常地具有专业性 所以导演那边的负责人提前给了我舞级二十五个场 我准备了 那些中央名称你要记手啊 因为 你在骂我的智障 放心 就在你车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车局还在拉一大 嗯 只不过底下的评论有点 读一读 啊 哦 齐悦这演的这是什么呀 能不能别毁经典 真是辣眼睛 嗯 齐悦这样的表现如果演的算是一个演员的话 那奥斯卡欠苏星的可就不是一座小惊人的问题了 呢 是 皮特哥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着急 为了 齐悦 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分明是乘客 还有苏星他们联手与其整我 皮特哥 你什么事都不做吗 我们要这样坐以待毙吗 七月 本来呢 如果你的业务能力 再加强一点 我们就可以规规矩矩 什么都不用做了 但是现在呢 情况对我们不利 逼得我不得不出手 琳达 现在开始刷票 给我盯紧了苏星和卢一伟 好 别太明显 逼他们跟我们一点点就行 我知道了 去吧 Teddy 我看那个 你怎么在那里 太明显了 这儿 你怎么在那里 开始吧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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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视频已经放在网上了 这次表现不错 很多人夸你台词很专业 但还有一些人在期待苏星的表现 那可能让他们失望了 我都已经把场期告诉你了 你还不满足 做人呢 不能太贪心 我只是希望能够万无一失 巧了 我也是 我给的规定的内容是 第五集 二十五成 那实际上呢 多久 你走 很好 很好 上次试镜 大家的反响都很好 今天 我也非常期待你的表现 我会努力的 好 今天你试的戏是九集二十一场 九集二十一 对不对吗 我提醒你一下 是春夕意外受伤 叶百草立牌众议为她治疗 对不起 导演 这跟我之前拿到的场次 好像有些出入 对不对嘛 我给每个试镜者的第二轮范围 都是前世纪啊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开始吧 快 把春夕抬过来 她伤得很重 必须马上出去 这个地方 你 我 你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就喜欢你这么充满正能量的劲头 不管多大的困难 只要跟你聊完之后 什么都烟消云散 你把我当垃圾桶 这样的话 我肯收费了 收费 好啊 那你是包月呢 还是包年 不 我要包你一辈子 我看出了你的表演功力 也看到了你对人物的拿捏 但是你怎么把最关键的药名给念错了 不是火术 是鹅猪 不是仙草 是仙草 啥子 念错了药名 那就不是九死腹上 是草菅人命 对不起 导演 是我的错 你都看了好久了 你休息会儿眼镜 这不是我哥的正常水平啊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个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情在网上的反馈怎么样 齐悦和《大国一》这边的微博话题呢 也一直在微博的热搜前三名 约会这边呢 也在到处替齐悦拉票 一切对齐悦都非常有力 皮特哥 我觉得这一次齐悦拿上拿一号 肯定是十拿九稳的 但是 我觉得你不是很高兴 奇怪了 你那到现在为什么不出手呢 有他在 苏星的票数不应该这么低啊 行 你们先出去吧 你到底在搞什么呢 为什么不帮苏星刷票呢 他说他想靠自己 我就让他看看 靠自己是什么下场 挺好 你够狠 你放心 咱们的合作还算数 反正不管是苏星赢还是齐悦赢 你都不亏 雨晨 恭喜你啊 终于都回家了 看你是要帮忙吗 不用了 诚哥已经帮我办出院手续了 雨晨 你今天 都没有想起我了 我不是无缘无故忘记你 更不可能无缘无故想起你 你这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知道啊 也许是 没缘分了 雨晨 收拾好了吗 随时可以走了 走 我帮你把东西搬车上 来 来 这大菜啊 别偷吃 来 雨晨回来了 看 来 哥 快吃 好 一会儿马上就开饭了啊 孙明好像猴子接的年来 嗯 她可真喜 非不让我去接她 人呢 我让她先回去了 我就是让她靠不住 快快快 坐吧坐吧 大家会儿都坐吧 来 来 好 坐 我说 雨晨啊 你的病不好 是不是还不回家来呢 阿姨我错了 以后不会了 这错改了就好 怎么样啊 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没有了 就是老是感觉饿 你还不快吃点啊 是啊 吃吧吃吧 对了 医生有没有说 什么是忌口的呀 没有 您放心吧阿姨 那就吃 身体刚刚好 正有什么事呢 就跟我和我妈说 还有 营养品一定要坚持吃 出门的时候告诉卫生 经过我的允许你才能出门 你这病好不容易康复了 不容易 知道吗 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道 来 来 雨晨 谢谢阿姨 谢谢何叔 孙一航在搞什么鬼啊 各位 稍安勿躁 演出马上开始 雨晨 给一航一个机会 一航 音乐 请 音乐 请 你说你用完了对爱的期待 对爱的期待 找不回来 快点快点 那些年爱过的男孩 想起来还有些无奈 听说 听说 你曾努力 也为了他等待 失去的爱 而结果带给你伤害 那份勇敢回不来 一起去 一起去 一点点 一次次 一天天 沙满你的手 尖沙满年 而时间 一分分 再蔓延 总会有那一天 带你走到明天 千全市 尔沙满年 晚马上 大心 我知道我五音不全 唱几歌还超难听的 但是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敢 也没有勇气 在别人面前唱歌 但是今天 我为了我心爱的女人 我豁出去了 雨萱 我喜欢你 即使你现在不记得我 因为我有信心 我会让你再一次爱上我了 诚哥 帮个忙 好 准备好了吗 加油 梁雨萱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一次 请你再答应一次 没成立 花都没准备 我才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花 那定情信物呢 好 定情信物 换得你以前不唱歌 难定死了 你 你想起我来了 你 你想起我来了 你 你想起我来了 你想起我来了 就你递着举手 我忍心把我面交给你 好 所以 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失忆啊 你一个羽目脑袋 等你想明白了再联系我 还有 以后要是遇到流氓 你就唱歌给他听 好 剑哥 你在锻炼啊 是啊 这边的肩膀 再放松一点 这样吗 对对对 谢谢 我听说 大国一的结果 明天就会公布了 你会去现场吗 我还真没打算要去 为什么 这不像你的风格 这段时间 我学会了识十五者为俊子 有些事情心里已经有数了 何必非常勉强呢 有些时候 网友们的口味 真的令人难以琢磨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第一 毕竟是跟星哥宁静真吗 其实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但星哥 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 难以被取代的偶像 所以 我真的希望 明天你能够到现场 见证我的成功 你就那么希望我去吗 非常希望 好 明天我一定到场 好 他真的这样说 太过分了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说实话本来想全身性地投入大国一 可是没想到却搞成这样 以我对薛总的了解 在我合约到期以前 却总是不会让皮特给我接任何的工作的 想想也挺惨愧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不演戏 我还能干吗 你猜我想到什么 什么 除了演戏以外 我什么都不会 我演戏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 在我还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确实认为你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看了战神以后 我才知道 你为了战神练散打 练到拿北京散打的亚军 还有那个深海的凝望 你两周之内学会游泳 而且还是四种泳子 还有 你为了腾飞 明明就恐高 你却克服自己的恐惧 一次次地高空跳伞 我还知道 你又一次为了一个镜头 你练了七个月的芭蕾 你现在大脚趾的骨头 应该都是弯的 小爱 谢谢你 如果换做以前大过一的事情 会让我非常地不开心 我明知道七月的票数 比我高那么多 我都不会觉得失落和失望 是你教我的 过程全力以赴就好 冠军谁都想拿 可却只有一个 所以大多数的人 都会去承受这种失落和遗憾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只有三个小小的愿望 第一个就是希望家里人平平安安的 第二个 就是希望能够跟你永远在一起 第三 能拍我自己想拍的戏 其实我都想好了 如果做不了目前 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可以做呀 我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对不对 好 好了 小爱 该回去了 明天呢我要参加大火运的签运仪式 回来的时候 给我做饭吃 怎么了 不开心 给我笑一个 这就对了 快 拜拜 拜拜 好 好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你刚出院不要到处乱跑 我着急见你也是想跟你说 我觉得我哥的第二轮世系 发挥失常 太诡异了 而且齐悦表现好的也不正常啊 你还记得咱们上次看见 跟齐悦在一起的那个人吗 我知道他是谁了 真的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他的接触范围很小 公司 剧组 客户 那既然你排除了前两种可能 那么我问你 现在对他最重要的客户是谁 重要的就算皮特不在他身边 他也要见 乘客 他就是乘客国内工作室的负责人 丁世然 他们工作室官网上有他的照片 那这就说得通了呀 一定是他写的密 但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没有证据 那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你要有耐心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无论多么高明的犯罪 都会留下线索 苏苏现在复出了 齐悦一定坐不住会继续出招的 他做得越多 暴露的机会就会越大 那这么说 一切都敲定了 明天 就能和大国英那边签合同了是吗 网络投票的通道全部都关闭了 我领先了苏星十几万票 不说我是谁啊 恭喜你七月 朱莉 要是你在我身边 就好了 我好希望你可以在身边 我可以跟你分享喜悦 我也特别特别 特别想在你身边 我还有一个星期就刷青了 等我一刷青 我第一时间去跟你进宫 我做的这一切 全部都是为了你 我知道 齐悦 我特别特别特别谢谢你 为了这句话 我们干一杯 干杯 谢谢 谢谢 宣哥 很高兴你今天能来 我答应你的 就一定会做的 坐吧 首先我要感谢媒体朋友们 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到我们 大国英南一号签约仪式的现场 下面有请著名导演成科 为我们说几句 那我上去 这客套话总是要说几句的 我也不能免俗 对不对 首先感谢济士集团愿意出巨资 投拍这部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故事 当然了 也感谢集团领导能够把导演棒交到我的手里 叶百草的一声 命运之坎坎 星哥 曾经我也离承岛这么近过 可是我只是受了点伤 他见都不见我 你说这命运也真有趣啊 兜兜转转了一圈 到头来是我的还是我的 没错 其实命运就是这样 只要是你的 不管过程怎么样 永远都逃不了 姐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锅盖掉了 你怎么了 我问你啊 如果你很爱一个人 可是你却没有能力 是不是就应该放手让他走 姐 您昨天问这问题的 怎么怪怪的呢 你不如直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星因为现实的问题 想要放弃也信 我不忍心 那明明就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而且如果他连梦想都放弃的话 那还能算是苏星吗 其实我明明就知道 有人可以成就他 那个人还是他孩子的妈妈 什么 他有孩子了 嗯 小布丁 嗯 你一直都知道 姐啊 我的好姐姐 你这是图什么呢 明明有叶朗 那么好一个人你不学 你非要跟苏星在一起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他现在就没有什么道理 那我们换个逻辑 就照着你刚刚说的 苏星呢 赶紧去找孩子的妈 一家团聚事业有成了 是个意思吧 咱们呀 就跟他呀不是一个世界的 可是 你别说叶朗跟我们也不是 但是起码叶朗啊 他的背景 没有那么复杂 苏星他是公众人物 他要是一旦翻身了 那就意味着 不光他在美光正下 连你都进这个等理去了 我又不在乎这个 我知道 你在乎的是 你不能帮他翻身 你怕他要是为了守着你 把演艺生涯都给放弃了 那咱们啊 就把他甩了 让他当影帝 我们回家卖蜜粉 好 一人了吗 喂 阿姨你好 现在吗 好 我马上过去 阿姨找我 我过去先 如果苏星过来 你让他等我 我有话跟他说 经过多日来的竞争和筛选 在网友们的积极参与之下 饰演大国一男一号叶百草的 最终人选名字 马上就要揭晓 下面有请济世集团董事长 叶昌明先生 由他来为我们宣布最终人选结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国一这部电视剧 是我用来向我们叶家祖先 叶百草致敬的项目 他不仅是为了让叶家的子孙 记住这位勤勤恳恳 投身于医药事业的祖上 更是为了引起广大的年轻人 对中药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视 好了 闲话就不多说了 どうぞ 没用来 明天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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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这么说了 明天就算了 明天就这样 明天就有偶尔 可以 你明天就不来 明天就不来 明天就不来 排在第一位的是齐悅先生 齐悅先生 请多步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各位稍安勿躁 大家都知道 我们济世集团的经营理念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诚信 所以绝对不会允许 有任何刷票的行为 所以我在此宣布 取消齐悅先生的选决资格 大国一男一号的试演者 将是评选活动成绩排在 第二位的苏星 有请苏星先生上台讲话 祝贺你苏星 希望你的台词 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绝对不会 好 星哥 等一下 费总 后台数据验算已经完成了 齐悅的票数里面有 十一万三千票左右 是通过程序补丁完成的 也就是通常说的击刷 其他人或多或少有一些 但减去之后也不影响排名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你说呢 当然是把冠军 放给属于他的人 好 好 太好心了 这是买一桶的银银银银 恭喜 谢谢 谢谢 年轻的女儿 很好 怪不得我儿子为了我去 我重新选择 您儿子是 业 上次 我跟你提到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啊 其实您不管给我多少时间 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不管我跟苏星能不能走下去 我跟叶朗都不会发展 因为我不喜欢她 我不想对她不公平 我觉得她值得更好的女孩 谢谢你的坦白 不过孙小姐 我想提醒你 按照这次大国一的网络选票来看 恐怕苏星已经失去这次机会了 你不会是因为这个结果 我从来都没想过利用叶朗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女生 我相信叶朗也不会喜欢我 而且我更相信 她会遇到更好的人 那就好 希望你也做到 尽量不要再联系她 要不然 她放不下心 一直拒绝她父亲给她安排的联姻 叶朗有跟我提过她家庭的事 但是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插话 我想说的是 她很爱您跟叔叔 也渴望跟你们更亲近 她要的是家庭的温暖 而不是这种拿来交易的亲戚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看得出来 她是真心喜欢苏星的 所以妈劝你 对孙小姐的感情还是适可而止吧 如果感情这么轻易地说放在房子上 如果感情这么轻易地说放在房子上